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俊京没有辜负于绝敏的期待 暴力的背飞扣球让其迅速站稳脚跟 中国女排能够在11年世界杯拿到铜牌 除了张磊的加入外 杨俊京的一军突起也功不可没 杨俊京和张磊的双背飞 配合重现了刘亚南和周苏洪的跑动进攻 让个队难以防范 领约奥运周期 杨俊京获得郎平的青睐 继续担任中国女排主力复工 她的背飞是球队阳点攻轮次的杜伦利器 杨俊京先后帮助中国女排 在领约周期拿到14年世锦赛银牌 和15年世界杯金牌 可惜的是 在一次比赛中 杨俊京意外受伤 导致其缺席了领约奥运会 这也让他和奥运会金牌擦肩而过 东京奥运周期 杨俊京的伤病愈发严重 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 他都退居二线 处在隐退边缘 在21年全优惠之后 选择了退役 谈到杨俊京的职业生涯 就不得不提 如同扶贫般的颠沛流离 杨俊京适合男培养的球员 从小被南部女排看重 来到南京训练 随后由于南部女排解散 杨俊京北上加入到了八一女排 成为八一女排的一员 结果临退役前 八一女排也宣布解散 杨俊京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原点 加盟江苏女排 加盟到江苏女排后 杨俊京积极恢复帮助江苏女排 拿到了全优惠亚军 随后和江倩文 王晨月一起退役 杨俊京之所以回到南京 加盟江苏女排 是因为她的丈夫刘向东 是江苏男排的一员 最后再次祝杨俊京喜为人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